5月24日李光珠结束了最后一次Running Man录制 因为去年的交通事故 尽管腿伤康复了 但终究很难维持在最佳状态 宣布退出的消息 针对李光珠的下车 近日则有位韩国演艺部记者 提出了关于李光珠退出Running Man有其他理由 让所有制作团队和其他成员都出面挽留 但还是难以动摇他要退出节目的决定 赶快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原因 作为Running Man中不可或缺人物的李光珠退出节目后 外界各方开始寻找他真正下车的原因 在中国也针对李光珠下车仪式给出了这样的分析 举出前一阵子 刘在席在百想艺术大赏颁奖典礼获奖时 台下嘉宾没有反应的例子 以及提到宋仲基 当初离开Running Man的原因 是想要专心致力于演戏 判断出李光珠是因为韩国演艺界 特有的阶级制度 才选择退出了Running Man 而在韩国也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李光珠其实早在交通事故之前 就曾因追尖盘问题感到身体不适 再加上交通意外导致的伤害 让他无法像以前那样活跃 制作团队和其他成员也非常清楚 光珠的情况 所以并没有进行过分的奔跑游戏和刁难的任务 但是私民牌的环节是Running Man的招牌游戏 只要是提到Running Man就会联想到的游戏 过程中奔跑是最基本的 再加上激烈的追逐和相互身体碰撞 私民牌和大脑战 是一场相对耗体力和脑力的游戏 因为考虑到李光珠 节目内容渐渐底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改变 却也看到了收视率呈现下滑的趋势 李光珠表示因为自己的状况 让节目内容有所调整 范围受限 无法执行有趣的任务 对此感到相当大的负担 其实光珠提出退出节目的想法已经很久了 也与Running Man节目组和其他成员们 就退出仪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这十年期间和Running Man节目组 还有其他成员培养出的战斗友谊 都纷纷劝阻他别退出 但是受到大家的爱戴和顾虑 反而让他产生了压力 为了Running Man他下定决心退出 就李光珠的立场而言 在没有太强人所难的游戏下 继续出演Running Man的话 不但可以赚取很多收入 还可以继续累积人气 但是在大家的劝阻下 还是难以留下光珠 就有评价称光珠对节目是真爱和用心付出 原本认为Running Man不能没有李光珠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尊重光珠的决定 也希望他能调养好身体 并且有更好的发展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